Hello,大家好,这里是美家园装修 前两期视频和大家聊了Cocking硅胶和Silicon防水胶 本期视频计划和大家聊一下Grant Grant主要是用于瓷砖塵缠缝 所以也通常被叫做瓷砖塵缠缝剂 这就是Grant 在各大建材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Grant主要成分是水泥 这种包装是最常用的包装 还有更大的包装 以及小包装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购买 如果仅仅是家里面的小修小补 买小包装就够用了 Grant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3D的Grant 含砂的 另外一种是non-sanded的Grant 无砂的 3D的Grant 也就是含砂的Grant 强度更高 所以主要用于地面磁缠的填缝 non-sanded的Grant 也就是无砂的Grant 更加细腻 主要是用于墙面磁缠的填缝 也可以参照它包装上的说明进行使用 3D的Grant 也就是含砂的Grant 使用于3毫米到13毫米 也就是1%到1%的磁缠缝 这是比较宽的磁缠缝 non-sanded的Grant 也就是无砂的Grant 使用于小于3毫米 也就是1%宽度的磁缠缝 这是比较窄的磁缠缝 Grant颜色从前到深 大概有十几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参照包装上的4卡 以及4号进行选择 Grant的使用非常简单 正如它包装上所说 easy to use just mixed with water 也就是喝水混合均匀 就可以使用了 像这种磁缠和磁缠之间的缝隙 可以用Grant进行修补 大家可以根据原来Grant颜色 然后对照Grant包装上的色卡 选择向对应的颜色 所用到的工具和材料 大概有这么几样 铲子 绿贴纸 海绵 和一小块硬纸皮 填缝之前 先用绿贴纸把缝隙的边缘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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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Grant倒在纸皮上 用水进行混合 大概混合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使用了 用铲子把Grant填到缝里面 用海绵把多余的Grant擦掉 用铲子把Grant擦掉 这个前缝就做完了 大概需要12个小时 也就是一个晚上能干 在干之前不要去碰它 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谢谢观看